婚林館來募情有4萬多名 辛辛中愛家 火空百姓是英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為了提供更加好的服務 婚林館政府 透過經濟部 地匯相鄉 生活應用價位 跟國際亞者合作在面上 電動使用的通訊軟體內 新增加火空百姓的雜訊 訂車回報 定幾個行為服務 也讓家修可以隨時降落辛辛中愛家的威力 火空百姓對新辛中愛家來講 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為了方便大家來做使用 本館就是透過經濟部 地匯 相鄉 生活應用價位 跟國際亞者來共同合作 讓大家最重要使用的雜訊軟體 來增加個種火空百姓的服務 雲林首創小型富康百姓透過 綁定官方的這個LINE的系統 那我們的富康百姓可以在這個 LINE的官方網站裡面非常公開透明 讓我們所有腎臟的朋友以及我們長輩 即使可以訂車 即使可以掌握 隨時車輛到達的時間 不用讓我們長輩過度的驚慌 而且在安全的範圍之內 我們不只是在監視系統的範圍之內 讓我們的長輩可以安心的出門 安全的回家 有的使用過這個LINE 讓空百姓服務的民眾來標示 畢竟之前真的是方便不做 只要透過手機的LINE 就能來馬上扎筍訂車 不用再清除進行 還會使用電腦和這些卡電位 才能來做議訂 比較方便許多 主要我們現在科技很發達 就直接LINE 上面畫一畫點一點 時間都用好之後 應該說我們要訂車的 它直接會半連結到網站那邊 直接下訂車時間 在之前的話是比較麻煩 一定要用電腦 提供新鮮裝的車 四次不用坐車 大家可以透過 虎空巴士 前往其他地點 繼續只要客人車的三分之一 除了富剛巴士 叫車以外 包括安全性 包括把這個影像的 錄影 這個都放進去 那將來我們在司機的安全 司機的這個照護 還有這個乘客的照護 還有通知家屬這方面 都做的會越來越到位 去拜一拜買東西 大概自費的 超過燙數之五 的自費 大概是 確定車的三分之一 它會計算 他會從科技三亞 來搭載虎空巴士 現在來坐車的人所 可以說是越來越多 比去去年一月到五月 使用虎空巴士的人所 市委員本的1萬4千多人 新中到2萬7千9千多人 將近一輩 看會來歡迎 還有很多人 當作來做使用 記者講義長報道